卫星作为现代科技中的代表性产物 几乎可以说是于高端技术高昂成本化等号 不过就在最近 我国航天科工二院却有消息放出 又一个高端货即将在中国人手里变成白菜价 在1月19号 我国航天科工集团的二院空间工程公司对外表示 通过429天的努力 我国首条批量生产的卫星智能生产线 完成了从设计到试运营的目标 预计这条生产线可以达到每年240枚以上的小型卫星产能 为了提高产能 在生产线上的十余到关键工艺环节 全部由自动机械化替代 这让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了40%以上 按照官方的说法 卫星的制造可以说是涉及到很多复杂工序 机电零部件构成复杂 工序繁多 以前大部分都是依靠单件的手工生产 想要在生产线上实现批量化制造 首先面临的大问题就是 如何确保流水线上的协同化和精益化 第二个问题则是 由于这是我国首条批厂卫星智能生产线 工艰团队缺少可借鉴的经验和对象 只能从零开始摸索 对方案进行反复权衡和论证 最终经过429天的分产 在2021年年初 设计团队完成了生产线的相关工作 有观察人士就指出 随着生产线的投入使用 甚至增加生产线路 高端产品的制造成本自然会降低 最终达到一个白菜价 这可以说是很多产业在进入工业化之后 价格直线降低的原因之一 价格优势也可以让我国的相关制造产品 更好地走出国门 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外恐怕西方国家的新一轮谣言和诽谤 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毕竟西方国家常年依靠技术垄断的优势 对其他世界国家肆无忌惮地割韭菜 如今我国在这一领域又开创了价格新篇章 西方国家也自然会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恨之入骨 网上也有观点认为 批量化制造卫星 这一技术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而言极为有用 对于卫星通讯、导航、定位、精准制导、侦查、监控等等 这些暂时可能需要用到的技术来说 卫星完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就国际整体趋势而言 各大国都在尽可能隐蔽地研发反卫星技术 如果短期时间内无法保证 可以精准拦截反卫星武器 那么换个角度来看问题 在未来战争中 卫星能否在被击落后第一时间补上缺口和漏洞 将很可能会成为战争局势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有网友就指出 这种能够量产卫星的智能生产线能保证战时可以密集发射 对我国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视频之所以不易 欢迎点赞收藏关注 一键三连 美国人指出 中国在去年试射过超过250枚弹道导弹 这些试射的导弹包括了哪些 为何说有必要试射导弹 近日一名美国官员在社交媒体上称 中国火箭军在2020年一共发射了250多枚弹道导弹 试射导弹的数量超过前两年 在2019年的时候 外媒就曾经通过卫星检测到我国当年试射了100多枚弹道导弹 试射弹道导弹的数量比美俄等其他国家相加还要多 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美国官员报道这件事情的目的 无疑是在渗染中国威胁论 且不论美国人是否在信口开河 只要我们不越界 试射多少导弹又关美国人什么事 而且美国人的话 反倒暴露了美国利用卫星等侦察系统 监视他国一举一动的行为 但无论怎么说 可以看出来 美国人对我国火箭军发射的东风导弹 还是十分顾忌的 毕竟真理都在导弹的射程范围内 有网友评论称 美国人怕什么 我们就来什么 试射导弹是一种姿态的展示 目的是告诉野心狼不要轻举妄动 万一哪一颗雾机了 可就不好说 不过我们知道 一颗弹导弹的造价也不便宜 火箭军真的有这么土豪 可以试射这么多的东风吗 根据此前美国智库CSIS的报道 我国弹导导弹的数量从2013年到2020年增加了425枚 主要增长点在于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弹导导弹 如东风-17 东风-21 与东风-26等 而像东风-15导弹这样年代久远的中程导弹数量却正在减少 因此这类导弹基本上就是平时在打靶时消耗掉的 过去我们有大量东风-15的存货 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导弹可以拿来试射 当然除了东风-15这样的老式弹导导弹 我们也会对新装备的一些导弹进行试射 在测试能力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其他的一些作用 外媒爆出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火箭军向南海方向发射了东风-21D导弹与东风-26导弹 导弹飞跃几千公里 精准命中位于海上的移动靶船 证明其航母杀手的本领 而在对这两款航母杀手进行测试后 美方还一度发出抗议 理由是可能会击中路过的美军航母 另外我国的导弹试射还有另一项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测试未来可能装备的导弹 像我军在列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之前 就对它进行了多次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 并且根据试射结果不断改进 我国的武器都是在列庄一带 测试一带 研制一带 因此还有不少的行星导弹还需要试射 我国设计时速620公里磁拳浮列车下线 引起外网热议 外国网友又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 为何美国会中枪 据媒体报道 1月13号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成功下线测试 这辆磁拳浮列车的设计时速达到620公里 远超高铁 而根据报道 这辆列车的理论速度能达到1000公里每小时 中国超级磁拳浮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在磁拳浮列车领域的进步 而磁拳浮列车将可作为填补民航与高铁之间的空白 也将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体系交通工具 而第一眼看上去 这台列车有着流线型身躯 不少网友也是打趣的 赛博朋克尽在我身边 有意思的是 这台超级磁拳浮不仅在国内上了热搜 在外网也引起了外国网友的热议 在相关视频被传到外国视频网站后 评论区里很快被堆满了评论 那么外国网友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大体上外网的评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赞叹中国科技取得伟大成就 并且对世界做出贡献 另一种就比较有意思了 很多外国网友借这件事来讽刺美国 因为过去中国在取得一些科技成就的时候 美国官方经常过来泼脏水 称中国的技术窃取了美国 但所谓试金则总会发光 时间长了 很多外国网友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而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讽刺这个观点的评论 有外国网友直言 有趣的是中国注册的专利比美国多 但仍有人认为中国偷了技术 醒醒他们偷不了美国没有的技术 也有网友称 中国人使用时间旅行机旅行到公元2150年的美国 从美国人那里偷走了它 看来不少外国网友也认为 此前美国处处说中国切取技术 的确很荒谬 而如果我们来探究磁悬浮技术的发展历史 我们还能发现有意思的地方 美国人被这样讽刺可一点都不冤枉 1966年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鲍威尔和戈登丹比 联合发表了有关电动悬浮技术的论文 然而美国那时候压根就没有重视 反倒是电动悬浮技术被日本给学了去 此后德国人又开发出了新的电磁悬浮技术 欧洲也算是后来居上 而今天中国的磁悬浮技术却又与德日不同 属于自成一派的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 相比于其他的电磁技术 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不仅耗能少 成本低 而且能产生更少电阻与热量 使得列车不仅速度更快 安全性也更高 而美国此时国内99%的列车 都是柴电系统 仅一条55公里的高铁 而磁悬浮列车更是与美国无关 了解这些的话 我们就能理解 为何外国网友对我们的磁悬浮列车 感到如此不可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